已經有三年沒有推出新作品的四把椅子劇團 用作品 How to be good 重回劇場 導演跟核心團員問了一個很尖銳的問題 為什麼每個人在成長過程中都會慢慢變成一個 眼睛看著對方嘴巴卻不講真心話的人呢 即將不如三十歲的團員們在舞台上演出 他們如何面對人生的疑問與矛盾 怎麼樣 你這個都會什麼苦瓜味 那都清點喔 我從小最喜歡吃的臉用東西 一個就是苦瓜 另外一個就是鮮蛋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媽要一直炒 一直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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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道菜 四把椅子劇團的作品 How to be good 在核心團員的集體編創下 呈現出三十歲的這個世代 面對生活的矛盾掙扎 我覺得那是個普遍的 尤其在台灣社會大家的一個心情吧 呃 要上不上 要下不下 可是我們必須去追求很多事情 其實我們生活中碰到的一件事情 其實都在逼迫你去選擇 那這個選擇 美其民是選擇 其實是沒有選擇的 因為你必須去選擇 讓別人覺得比較 better 的那部分 我們先來釐清一下這個問句 How to be good 這句話的重點 其實是在於 be 上面 How to be good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這句話代表著你的一種狀態 一種你想要逃離當下的狀態 OK 在形式上 導演在劇場中運用多媒體 透過即時影像的效果 揭露角色的內心獨白 觀眾也能透過攝影機的鏡頭 頭盔設計在舞台後方 宅男房間裡面的一舉一動 我覺得各種的螢幕 包括電腦的螢幕 或是任何手機的螢幕這件事情 在未來也只會就像手機一樣 變成非常非常稀鬆平常的事 但螢幕還是有個有趣的事情 就是它是一個 就真的像鏡子一樣 面對一個螢幕 面對一個鏡子 那個投射自我跟渴望別人看你 但是你也同時在看別人的那個東西 那其實就是一個很強烈的 對我來說很強烈的 一個How to be good的狀態 導演說他跟工作夥伴都念戲劇系 畢業後投入劇場理所當然 對他來說 這就像在便利超商或辦公大樓一樣 都是一份工作 但在台灣卻傾向把劇場工作 當成是一個夢想 當我們會問出 How to be good這個選項 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自己已經處在一個怎麼辦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的狀態了 How to be good How to be good 為什麼要變得更好 48S劇團提出疑問 要觀眾好好重新思考 How to be good